投资国片还被骂?天使都想下凡来! 台湾动画电影幸福路上3月中旬拿下东京动画大奖,消息传来让参与者,喜爱这部电影的观众都为之兴奋,不了拿奖却意外点燃监制和金主片商对票房的心结,引起业界关注。 导演宋新颖动画片幸福路上拍到一半,面临资金缺口愁云惨物之际,有引进许多优质外片的传影互动公司补上最后一桶金,这是该公司首次投资过片,老板陈振宁谈言之前发行日本动画片《你的名字大买》,就想为台湾动画做演示,刚好宋新颖找他,加上很喜欢幸福路上, 幸福路上成本6000万,台湾票房1200万,投资现金最多的大股东陈振宁没抱怨,没想到该片东京拿奖后,他却说气话不想再投资国片了。 原来他看到该片监制公开和王六的讨论,他认为不是得了奖,监制就可以公开说行销策略有错才导致票房不理想这种话。 陈振宁表示无论是该片监制冯仙仙,但得讲就是导演和监制很棒,就把票房不好归就在行销团队头上,这种说法是他不能接受的。